12月31日 大笑姑婆吴君如 在旺角百老会戏院 为自导的处女座电影《100》 开光做法祈福谢票活动 他在场内不仅为影迷进行亲密互动 还亲自把福袋作为礼物送给幸运粉丝 谈到内地的票房已经破译 吴君如牵言自己仍需继续努力 这票房真的的确是有点意外 然后还是希望继续努力 因为真的很努力去每一个城市 介绍自己的那部电影 也不想白费了这么多演员 还有投资的人的支持吧 《100》是一部诙谐搞笑的电影 吴君如透露 女儿已经看了好多遍 而每次看完就会点评说很好笑 他也不知道怎么点评 他就觉得好笑啊好笑啊 然后一看到有一些害怕的场面 他就把耳朵盖住 所以他也是我最大的支持 吴君如12月为了电影的宣传 跑了十几个城市 就连圣诞节也没有好好地陪陪女儿 所以答应元旦会在家陪女儿及家人 因为我们圣诞节还没有吃火鸡 虽然今天是元旦 所以我们在家里 他现在在烤火鸡给我吃 所以必须要家人的支持 还有陪爸爸妈妈 天大地大 留下什么花 好名状 情是人走绵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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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